我跟老程是发小 也是战友 我们共同经历了五年前 1020特大贩毒案 现在这个案子卷土重来 为了彻底肃清1020大案 我决定跟老程联手 以卧底的身份接近小美人 但我一直被刘伟派出在外 因为他始终怀疑我的嫉妒性背景 以及我跟老程的关系 难怪情人间那天 六字派我去找你 就是从那天起 故事急转直上 我为了南湖大湖急 意外地发现 你在酒吧街贩毒 我便怀疑你是刘伟的人 才开始在四十多年盯着你 所以是你让老程发展我的 一方面 我很难取得刘伟对我的新人 需要一个人配合我 二来 就算为了季晓鸥 我想给你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 所以我跟老程 策划了那一次的抓捕行动 你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 从你身上搜到的那包白粉 其实是洗衣粉 我本以为你会好好珍惜 这一次的机会 与警方合作 但我真没想到 你一直在敷衍浪程 那你呢 你为了你的英雄主义 就把季晓鸥卷进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骗他 伤害他 你不觉得这对他一点都不公平吗 我是对不起他 但如果让他知道 他引以为荣的弟弟是一个毒贩 而且没有把握住 唯一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 被怕了死刑 你说 你还有什么脸面对他 没办法 人各有命 你是大英雄 而我呢 一个一睁眼就得思考 如何可以多赚点钱的人 我没有未来 更没有回头路 我终归是要被晓鸥姐放弃的 那是以为 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放弃了 眼下是案件突破的关键时刻 只要你肯全力地配合我 从刘伟那里获得重要的情报 你就有活下来的希望 将功补过 永远为时不完 你只要活着 你才能站在这儿看风景 才能去爱你想要爱的人 至少 你活着 继续 他知道你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就算他知道你犯错 他也一定会原谅你 不会放弃你 我相信他是这样的女人 回头吧 家瑜 好 我答应你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